驾驶 想我了吗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亲我爸爸 我妈咪都还没亲呢 喂 敏蕙姐 哈利 是我 泉泉 泉泉 你和兴棋在一起吗 我想给兴棋打电话 可是敏蕙的手机里 没有兴棋的微信 幸亏我记得你的电话 你看 我聪明吧 小泉宝最聪明了 儿子 你听好了 爸爸现在把电话号码告诉你 记住了啊 我记住了 泉泉 你在跟谁打电话 兴棋啊 我记住了 晴晴 你就问你妈咪 她手机里为什么没有我的微信啊 敏蕙 你的手机里为什么没有新奇的微信啊 嗯 我把她拉黑了 为什么把我拉黑了 你为什么要拉黑新奇啊 她自己心里明白 她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啊 啊 啊 知道了 那个你干妈说你妈咪生病了 她好点了吗 敏蕙 你病了吗 哦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她挺好的 新奇啊 你出差还要去多久啊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爸爸最近比较忙 还要过一阵子才能回去 你好好听妈咪的话 不许胡闹听见没 等爸爸回去了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好啊 说话从话 那你 新奇说要带我出去玩 玄娇 你放什么这么重啊 好 来 坐下吧 妈咪给你把安全带系上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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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次航班的称务长 我们有在乘客资料里看到 您的孩子曾经做过心脏手术对吧 对 但是我没有填过资料 不好意思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有接到地面同事的通知 机长决定给你们升个仓 要不您和孩子都跟我过去吧 升仓是什么意思呀 升仓啊 就是给你换一个又大又宽又舒服的座位 想不想去啊 想 好 敏辉 我们先去一去嘛 看然后我不喜欢再不去 我不喜欢就不去啊 那 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好 谢谢你们 也帮我谢谢机长 没关系 请坐 快 喂 敏辉 你看 这里好大呀 好舒服呀 我们就在这儿了 那谢谢你们了啊 不用客气 谢谢你们 没关系 那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下午就可以了 好啊 各位旅客 由槟城前往上海的 可以招发二十四号班 走了 哇 这里好漂亮 是还挺好看的啊 你好 哎呀 你好 好 我们是来参加高科技峰会的 组委会又给我们订房间 稍等一下 敬礼 请稍等一下 敏小姐 您好 恭喜您 您是我们酒店今年的 第二千八百八十八位客人 按照我们酒店的传统 我们将会把它的房型 自动升级为更大的套房 谢谢啊 但我们不用了 我们原来的房型就可以了 您不要误会 这不是一种变相营销 这真的是我们酒店的传统 要不这样 我带您先去房间看一下 小朋友 我们去房间看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叔叔 妈咪 我们就去看一下嘛 全帐 不好意思 麻烦带我们看看吧 好嘞 敏小姐 这边请 请进 好漂亮啊 这里 美国队长 经理 时间比较仓促 只能不只剩这样了 好 是谁让你们布置的 没有谁 她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无法判断 第两千八百八十八位客人 到底是谁 所以呢 我们是按照一家三口来布置的 对不起啊 我们不能住这个房间 还是帮我们订回原来的客房吧 如果您担心有什么隐性交费 我们可以和您签订一份合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不太习惯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麻烦帮我们订回原来的客房吧 谢谢啊 全全 过来 我们不住这儿 我们走了啊 妈咪 我们不住这儿了吗 来 给妈咪 听妈咪讲 下次 下次妈咪自己出钱让你住这儿 好不好 真乖 走 谢谢啊 走 全全 妈咪带你去外滩 好不好 我要去露营 不去露营 我们去外滩 好不好 就要去露营 全姐 惊喜 想我了吗 大亲爸爸 全全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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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瞎亲什么 明慧 你别误会 先走 真巧啊 你忙你忙 你真的别误会明慧 放开你就是明慧 那你一定就是全全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亲我爸爸 我妈咪都还没亲呢 全全 我妈的 你说我 我因为我 就会 我 我 你 走 我 你 我 照片上还要可爱啊 我对你已经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用的 你怎么见过我照片 那当然是新奇发给我的了 你不是已经回北京了吗 本来是要回去的 被有些事耽搁了 而且哈尔迪也说 你要来参加高科技峰会 我就想多待几天 要不然怎么能见到 我这么可爱的大侄子 还有 教我敏慧就可以 好的 敏慧 你本人也比照片还漂亮 五味俱全 这个字不是这么用的 你哪儿学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成语 就开始学习 我觉得可以四个字四个字说话 太酷了 我的照片也是他发给你的吗 发的是你和泉泉的合照 我又没办法把你辟掉 不不不不不 你发给我的 可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合照 别理他 他从小就是这样 口不 口不得心 对 你这纹这么好啊 看来你不单可爱还有聪明 爱你 太可爱了 今天晚上我订了餐厅 一起吃饭吧 我没空 我没空 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嘛 心底 我今天晚上正好有个会议要开 所以可能不太行 我要去 你要做什么不重要 明慧 我难得从国外回来一趟 还特意多留了几天 就是为了要见你还有泉泉 那好吧 那太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想吃什么好吃的 泉泉 跟妈妈走 我还没吃呢 我们不吃了好不好 妈咪带你去吃其他的 走 怎么了 应该是我问你吧 心情 又是飞机升舱 又是升机套房 你现在又突然冒出一个姐姐啊 你为了争夺泉泉的抚养权 魏梅也太出心几率了吧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又是什么意思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从我身边抢走泉泉 别费心心思了 我们走 他这是怎么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吧 没说什么吧 我 就是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然后说我们也可以 照顾泉泉 然后没有想到他就变脸了 说什么泉泉他自己照顾 不需要我们 Cindy小姐 你知不知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才能够帮助他人呀 你是想说推己疾人设身处地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是吗 了解自己了解敌人 才能作战不失败 这敏慧本来就把我当敌人 你知道 他肯定认为我贼心不死 拜托你能不能不要乱用成语啊 对不起 我没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之前抢人家儿子呢 也不是故意的 这事我得说清楚啊 当时哈迪跟我说 就是说 你有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的母亲 不让你见孩子 那我就想打官司嘛 这个哈迪 闯的话闯一半 那后来你也跟我说清楚了 那我也明白了 是 这敏慧这么辛苦地带大泉泉 我们是不该抢走她 不是我们啊 和你没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没有听见 刚刚泉泉叫我姑姑吗 这声姑姑真是太好听了 瑞森 这 你们两个结婚嘛 结婚了不就可以一起抚养泉泉了 没问题 结婚 结婚 我说错什么了 我看你挺喜欢敏慧的 那你们就结婚了 一石二鸟 这叫一举两得 我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她了 你不会连你自己喜欢人家 你都不知道吧 从你看她的眼神 还有你紧张兮兮 解释我是你姐姐的样子 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你喜欢人家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你的眼科医生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你的眼科医生 你都可以骗到别人 但是别骗到别人 好吗 这叫什么来着 自欺欺人 这说对了吧 我还是在进步的 敏慧 敏慧 怎么了怎么了 是不是烫到了 你再这样子吹下去 我头发就要喷火了 你心情不好吗 没有啊 妈咪跟你出来玩心情特别好 你每次假笑的时候都特别丑 你怎么能说妈咪丑呢 你没有否认你假笑喽 好啊你敏慧慧 你现在是越来越 认笑鬼大了是不是 是不是心情他又欺负你了 他欺负你 你跟我说 我帮你收拾他 看来呢 你爱我比爱他多多了对吧 那当然 那如果说 他要你去跟他一起住 你也不愿意对不对 愿意啊 愿意 前提是你也在一起 那如果说没有我 就你跟他 你愿不愿意 这还要问啊 肯定不愿意喽 那就好 妈咪没有白疼你 嗯 你问这干什么 你不会要把我扔给星期吧 敏慧 我知道你养我很累 但很快我就长大了 长大了我就可以照顾你了 你不要把我扔给星期 虽然星期很好 但我还是最爱你啊 你看 全全 你这么可爱 妈咪怎么舍得把你给别人呢 对不对 嗯 那我就放心了 你快去洗澡吧 臭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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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骗任何人 就是不要骗自己 你们都睡在一起了 是不是一辈子都不分开了 哎你不会 哎呦 连你自己喜欢人家你都不知道吧 哎 从你看他的眼神 哎 你紧张兮兮 解释我是你姐姐的样子 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你喜欢人家 我是想谢谢你 没有让我后悔让你跟泉泉相忍 你真的太残忍了你知道吗 我可以接受你恨我 你可以把全部的怒火发在我的身上 我全部都接受 但是泉泉不行 没有人可以从我身边抢走泉泉 你也不行 从今天起你不会再见到泉泉了 不骗自己又能怎么办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